瑞典vs英格兰,毛宇顿之争,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迎来四分之一比赛的第三场较量,瑞典vs英格兰,瑞典队以防守著称,世界杯四场比赛金丢二球,英格兰队本次世界杯进攻端极其出色,共打进九球,瑞典队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好的防守球队之一,而英格兰队作为本届世界杯进攻较为吉利的球队之一, 两支球队的比赛,注定是一场毛宇顿之战,在淘汰赛中,瑞典1比0击败瑞士,防守端非常出色,本届杯在共攻入六球,丢二球,展示了极好的防守能力,英格兰队1比1战平哥伦比亚,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哥伦比亚,本届世界杯攻入九球,丢四球,在进攻端发挥极其出色, 从两支球队的中轴线来分析下两支球队,瑞典队的中轴线位,林格洛夫,拉尔森,托伊沃宁,防守上瑞典队非常出色,但对于身高马大的北欧人,瑞典队最忌惮但快速反击的球队,瑞典队需做好防守,抓住快速反击的机会,利用身高优势,打破比赛平衡, 英格兰队的中轴线为,斯通斯,哈利,哈利凯恩斯特林,整条中轴线攻防平衡,攻击组合为高快组合,封线哈利凯恩非常全面,射门,坐球,拉扯空间能力都非常强,成为斯开瑞典队防线的关键,两支球队打法先明,其中瑞典队整体防守强悍,身材高大切不失脚下技术,身体和技术结合十分完美, 整体快速反击是其一大特点,在空中争顶方面其优势明显,英格兰队哈利凯恩的出现,一改英格兰过去欲强不胜的局面,前场以哈利凯恩为核心,后场以斯通斯为防守核心,攻防俱佳,整体非常出色,个人认为英格兰队整体实力占优,但瑞典队一路绝杀意大利,坐死德国,立刻瑞士,没有人敢否认他们的事, 这场毛羽顿之争,你更看好谁呢?如果你有什么高见,欢迎下方留言,谢谢你的关注。